我们发现我们创业的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就一个问题越来越明朗了 就是在中国你创业的话还要面对一个非常邪门的问题 就是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 你们知道中国不是诚信社会吧 还好是吧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怎样去信任消费者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也是我们要比在一个诚信社会 完善的法治社会商业环境高度成熟的社会里 就是要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新型企业在缺乏诚信的社会里 诚信社会里如果你的产品确实好 推广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诚信社会里比如说我们生产的洗衣粉比大厂商 比如广州保洁的什么联合利华的比他们生产的更好 然后去无能力更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承诺嘛 我们说我们去无能力比他强10%20%30% 你给一个真实的数据 消费者买回去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屈无能力就好 如果达不到呢 我们愿意双倍返还 五倍返还 十倍返还等等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你做出这种承诺 只要你的产品真的好 就可以实现推广的这样一个目的 因为在一个诚信社会里 在一个高度发达完善的这么一个商业社会里 做出这种承诺的话 其实代价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是虚假承诺的话 等着你的可能就是倾家荡产倒闭这样的东西 但在中国呢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是吧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 是谁整天把假意乏食挂在嘴上 卖假货的口头禅是假意乏食 是吧 在中国你们都知道 你跑到这个中关村这边卖电脑配件的地方 卖假货的口头禅全是假意乏食 谁把无效退款总挂在嘴上呢 全都是卖假药的是吧 卖假药的全都是无效退款 所以在中国经常面临的一个尴尬就是你有时候做了后到承诺 等着你是更悲惨的命运 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做英语培训的时候 行业里的普遍的惯例是两节课免费试听 比如三四二次课你过来报名前两节课免费试听 如果满意的话呢 第三节课开课前交钱 把这个全额的就交清不能再退款了 如果不满意第三节开课前 你就可以全额退款 我们当时开张的时候尝试做了尽可能更厚道一些 更体贴一些 于是我们当然也有你是个新人 所以你要做的低调一些 这才是诚实的说法是吧 我们也做了承诺 说前四次课免费试听 试行一段时间以后 校园代理给我们的反馈说 我们比其他机构厚道了一倍 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认可 然后我们开了几次失眠的会议以后呢 一怒之下把前四次的免费试听改成前八次的免费试听 也就是说你交了一千多块钱来我们这上课 前八节课都可以免费试听 到第九课开课前 你仍然可以后悔以后把全额退还给你 做了这种更厚道的承诺之后 我们又做了一轮调研 我们的校园代理给我们的反馈的结果 是极其让人沮丧的 因为我们的报名因此反倒有所下降 经常听到那些学生拿到我们的宣传业以后说 我靠一共三十二次课免费听八节 怎么可能肯定是骗子 你把一千多块钱交给了他 他说是前八节课都可以退 在中国我们交了定金退不来的情况 退不回来钱的情况 每天都听说 即便你自己没有经历过 每天都听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 就是你做的越好 承诺的越忠厚 越老实 越厚道 越被看成是骗子 所以我们把三十二次课允许他们试听 前八次以后换来了非常悲剧性的这种结果 我们不得几个我们管事的不得不把原来偷偷计划过 但还没有跟下面的员工说过的前十六次免费试听方案 就没敢说出来是吧 因为显得太少了是吧 显得太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新机构 为了打开这个局面呢 我们又开了很多次失眠的会议 经常都是失眠的会议 掉头发的会议 聊了半天 大家都觉得 其实如果你让人家免费的听前八次 他还不敢来 就是因为他交了一千多 怕退不回去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交一千多呢 我们是新型机构 应该把姿态拿的低一些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出了非常血腥的凶残的推广方案 叫做一块钱听八次课的方案 这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海报 是吧 我们说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 但我们确实打算让你花一块钱听八次课 这时候消费者还有没有风险了 当然有 就一块钱的风险嘛 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 尽管还是国富民穷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很多人 或者说绝大多数人不再觉得一块钱 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了一块钱八次课以后 公司前台突然涌现了一大批 像三系美老板一样扩绰的客户 甩出十块钱说给我来十张听个证 我们每天这样忍辱负重的对外 给他们开听个证 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 就是说也是充分要考虑它的风险的 这个我在这给大家说轻松愉快 但实际上每一次这种操作呢 都是要很大的成本上的风险的 是吧 初期的时候我们考虑了可能来的三种客户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潜在的消费群体 奇怪吗 那我PPT做的不专业 我应该把第二第三个先藏起来 是吧 我直接给你看的结果是你已经走神了 一定要跟上我的死路 是吧 一定要跟上我的死路 潜在的消费群体呢 就是这些人本来就要上商业的英语培训班 上一个课选择谁 没想好 新东方 新西方 新南方 新北方 不知道 没想好 这时候呢 你你吸引他过来听你的课程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 因为大家倾向于相信大机构 是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此你吸引他过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突然血腥都推出了一块钱听巴刺客的方案 那如果你是他们的话 你可能会愿意尝试一下 反正就一块钱嘛 去听一听 如果好的话呢 那当然留下来 如果不好的话呢 扔掉那一块钱 反正老子又不差那一块钱 是吧 然后到大机构去听课 这部分是我们真正想吸引的消费群体 这是第一类的 是我们真心希望吸引的那部分群体 第二部分呢 是诚心乘客的学生 这个肯定存在的 因为我们知道英语培训行业里很多 不是培训行业里 是大学生里面很多人考托福 考GRE考雅思 到美国英国去读书 但是不会上任何培训机构的课 他们要么就是动手能力强 要么自觉性强 要么比较聪明 他不觉得花一千多块钱 去上一个狗屁培训班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自学 也就是说你的课程好坏 跟他没有关系 再好也不会上你的课 但是如果你竟然让他们一块钱听巴刺 如果你是这部分原来打算自学的同学 这会儿会怎么想 至少可以试试 是吧 可以试试 花个一块钱 去听完了 如果不好呢 那当然就本来就没想上 不就一块钱吗 就当被狗咬了 只是那口咬 这口咬得很轻 是吧 很轻 只有一块钱 这个样的损失 那么如果课上的非常好 非常满意 怎么办 还是走掉 是吧 还是走掉 只是觉得你们课上的不错 再见 是吧 再见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打算在这上花钱 他赚了八节课 他觉得已经很合适了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花钱上你的课 那么这部分同学 如果大量有限的话 给我们造成的风险 就是我们原来当时 我们搞这个推广方案的时候 我们实际面临的情况 就是寒暑假的班是比较赚钱的 平时所有的走多班全都亏损 因为我们开的是行业最高的薪酬 全都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突然搞这么一块钱听巴刺课 当时的班从三十多个人 一下招到了三百来个人一个班 那么这就意味着教室成本上的 大幅度的增加 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大批 诚心蹭课的学生 对我们来讲 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为此又开了很多 失眠的掉头发的会议 几个股东凑到一块商量 怎么把诚心蹭课的这部分学生 排除出去 最后想了半天 我觉得哎呀 反正也没什么好办法 何不把这个做得累落一点呢 所以我当时就在会上发言 我说两句吧 我说我听你们讨论了半天 我不觉得那些都是好主意 而且有一些甚至是恶劣的主意 还有还有一个笨蛋老师说 能不能在前台上 客服人员问说 你到底是想学的还是乘客 对这个 所以我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 你明知道它的 给你带来的成本上的增加 但你也是没有办法防范的 既然这样我们何不 索性把嘴脸做得好看一点 态度做得累落漂亮一点 是吧 所以我说我们就在宣传文案上 直接注明 我说 呃 我们知道我们主营的北美培训项目 托福GRE的这部分群体呢 通常消费能力比英联邦留学群体差一些 大家知道这个数据吗 所以我说这些数据 咱们在行业里的老人都知道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得累落一点 漂亮一点 我就当时说 我说这样吧 咱们就在文案里说 如果你是乘客的同学 我们也欢迎 我们不相信你是恶意乘客 是吧 你可能只是想听听课 但是没有钱 一千多 听完了挺满意 想交一千多没有钱 所以就乘了八节课走人了 我们非常理解 我们都有过穷学生阶段 所以我们非常理解 所以欢迎你过来乘客 前台也告诉客户 如果有人过来扭扭捏捏的 流露出一些不自信 交那一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 没有关系 是吧 欢迎乘客 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负担 所以呢 我当时讲完了以后 很多年轻老师 眼镜里闪烁着 一些精灵的小东西 是吧 那个表情就是 哇靠 跟对了老大了 那种表情 当然我也很得意 因为在人格力量方面 加分始终是我 为数不多的恶趣味之一 是吧 所以我当时就很高兴 很得意 当时我的合伙人的 徐可老师 牛泊网的读者都知道 就是上面的胡禅老师 是吧 一个白头发 白胡子的老帅哥 实际上他比我小 是吧 只是头发白的多一些 然后他也是我的合伙人 当时他就说 老罗说这个 说得非常好 我再来补充两句吧 他说 咱们的老师 既然知道这些人 上八次课以后 想交钱 没钱 上不了第九次以后的课 我们就应该让咱们 所有的年轻老师 在自己讲的最后一次课 四个老师讲八次课 一个人讲两次 也就是说 你对着这个群体 讲到第二次课 第三次课 那部分人就不过来听了 所以他要求我们年轻老师说 你们就对他们在节课前 留出二三四分钟的时间 集中给他们讲一讲 自学阶段的注意事项 听懂了吗 当时 当时几个眼睛里闪烁着 精英东西的孩子们 就突然趴下 嚎啕大哭 是吧 然后起来又狐疑的眼睛 看看他又打量我 就那意思是 不行是吧 你看看人家 就那个表情 这是我 这辈子为数不多的 在人格力量方面 感到输给谁的时候 是吧 输给谁的时候 所以呢 当时也感到很有压力 很有不安全的感觉 是吧 很有不安全的感觉 但是呢 归根结底 如果你在创业的阶段 如果有幸找到这样的人 跟你一起合作的话 基本上 你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是吧 徐可老师呢 实际上刚才进来以后 因为一直没有做 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站着 这时候我想让大家 像我们这个人格力量方面 能灭了老罗的人 但是这个 徐可老师刚才一直站在那 所以这个行为就显得有点滑稽 他很像是在那等着 我夸他 然后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所以好端端的一件事情 被弄得很尴尬 李子洋老师这边有个空座 徐可老师可以到这边来住 我不知道这是谁没来 那个 海波你静一下 我回头要跟他算账 所有拿了票不来的 我这个小心眼都不会放过的 这个 好 徐可老师 是我这辈子见过 为数不多的人格 比我更闪亮的人 是吧 相当的闪亮 好 这个 这部分群体 后来我们也就想开了 所以我们索性 大大方方说 欢迎过来乘客 欢迎你们过来乘客 谁没入过穷学生阶段呢 是吧 当然效果也非常好 在学生当中也被传为美谈 是吧 当时感觉比较好 那么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群体 这部分 这部分妖怪是干嘛的呢 他们真的就是比较讨厌 由于一些尴尬的原因 你们知道 尽管我这么多年 一直在英语培训界 但是由于一些 莫名其妙的原因 一直被当成是相声界的 是吧 很多人认为我是相声界的 经常跟我相提并论的 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优秀教师 或者是老一辈的教育家 而是这些人 是吧 所以呢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 有时候不是不尴尬的 我并不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别 当然周立伯很糟了 是吧 但归根结底 我觉得我的工作性质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总被当成是一类的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滑稽的事情 是吧 比较滑稽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当时我们搞这个 基本上是完美的扒了他们的神韵 你看左边的奸诈 右边的厚道一些 是吧 看起来这样一个 当时我们的一个尴尬 就是我们当时说搞一块钱四听八次客这个方案推出以后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毛骨悚然的在北京的一个取义论坛上 看到有人转贴了我们的推广方案 然后这个坏小子起的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 所以 所以我们当时感到真的非常尴尬 是吧 非常尴尬 然后他就说你看现在郭德纲的票价也跪起来了 是吧 周立伯的票价也跪起来了 老罗呢 是一千多块钱办班的 咱们总不能一千多块钱去听他中间夹的那几个相声 是吧 但是这帮孙子现在抽风突然搞一块钱八次客 那这个周末哪里去呢 下边有几个坏蛋就回贴说 当然是花一块钱去老罗那儿听八次相声客 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由于心理素质不好 甚至很惊慌的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局面 就是开课那天来了很多穿着长袍马挂提着鸟笼子的人 是吧 走进教室先把鼻炎糊放在一边 这个场面我们想象一下就觉得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再一次跟诚心秤客的那部分群体一样 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方式去把这部分人淘汰出去 不是淘汰出去 就不让他们进来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我刚才是开玩笑的说法 你们也知道他们去听相声的时候 肯定尤其是来我这儿听相声的 为了隐蔽也不会穿长袍马挂提着鸟笼子的 即使这是他平时的行头也会稍稍巧装打扮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排除这部分群体 只好硬着头皮就开课了 开课的那天是我们开张以来第一次迎来一个二三百人的大型教室的上课 然后我们那儿有个别的年轻老师是没上过大课的 走进教室都很兴奋 最终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真正过来这儿听相声的 我估计一个班里连十个都不到 我们判断有一些人确实是来听相声 因为我们发了讲义下去 他两点五个小时就没看过那本讲义 然后只要一讲题目 他就在那儿这样交道接耳 但是只要上面一个老师扯一会儿蛋 他马上就很嗨的样子 这妖怪还是有的 但是在一个三百人的班里 如果能控制在十几二十个妖怪的话 其实还可以是吧 还可以 所以这部分人没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实际上最终的单数数字 你可能听着还是挺悲观的 就是说我们最终招了三百人 如果不搞这么个活动 可能只来三十个人按照之前的数字 那也就是说增加了二百七十个人 这二百七十个人 在听完了我们的八次课 走掉的占了百分之八十多 接近百分之九十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下场 但是首先单从财务数字上说 增加的那部分人 就是说留下来的那百分之十几的人 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收入上的增加 足以覆盖我们教室成本上的增加的两三倍 还有余 也就是说从经济上赚 经济账上去算的话呢 我们搞这个东西实际上还是利大于弊的 而且尽管当时走掉了百分之八十多 一个好消息是 在后面的四五个月的排名 在那个阶段就开始直线上升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就是这些人打算在四五个月以后 去来你这上课 但是你现在搞了一块钱 他就先过来探探虚实 听完了满意 当时是走了 但是回头到前台报了四个月以后的班 要不然解释不了这个班 搞完了这个活动以后 为什么后面直线上升了 直线上升了 这是一种可能解释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 就是我们把态度 嘴脸拿得比较好看 态度比较磊落 欢迎你过来蹭课 这使得一些花了一块钱 真的诚心蹭了八次课的这个同学 对我们课程满意之余 回去不免感到有些内疚 所以肯定是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对我们进行了推广工作 是吧 推广工作 所以把他身边有钱的 消费得起的那部分同学和朋友 给传达到我们这来了 口碑是最好的方式 是吧 口碑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他去传一个口碑 比你去打多少广告都好得多 所以呢 综合的看一个长远利益 和当时阶段的现金收入上的增加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是吧 非常好的方案 也取得了一点点成果 所以呢 作为一个新兴机构 在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家里 怎么迅速打开局面呢 你只要动一些脑子 然后承担一部分的风险 硬着头皮上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是吧 这是我当时做的第三个 就是创业初期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谢谢大家